如果我以后要是再知道 唐飞龙欺负你 我一定要让他知道 欺负你的下场 既然娘子想吃 那我今天就陪娘子 一吃方休 朱大聪 你还挺仗义的 要不然 你就死了取我这条心 咱俩一劫金兰乳豪 我一心想娶你为妻 你却拿我当姐妹 不带这样的 我不能在家里难过 卿城会担心我 也不能在县衙里有情绪 现在黄金案要紧 如果因为男女之事 弄得县衙鸡飞狗跳的话 一定会影响大人的 我明白 但凡动了真心 谁又会不在意这 突然出现的第三者呢 可是你有将心比心过吗 娘子 我和江小姐一样 都是你们口中所谓的有情人 抛弃的可怜人啊 可是感情的事是不受控制的 要是能控制谁还当这可怜人啊 你们两情相悦最伟大 我们喜欢你们难道就伤天害理了吗 为什么就活该被嘲笑 被瞧不起 我是知福之子 江小姐更是将门之后 不要面子 不要尊严地跟在你们后面 为的不就是 你们这些有情人 偶尔记挂齐的这一丝丝 垂怜 和这一点点希望啊 可是大聪 我从一开始就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我明白 我说这些话不是为了 想让你对我说什么 而是我希望你能够真心体会一下 江小姐的感受 你知道你每一次拒绝我的时候 我心里都挺难受的 我知道 你以为我在耍宝 但我又明白 我那个时候有多难受 江小姐被拒绝的时候 就会有多难受 更何况她还是个女子